2013年在美国参议院 占据全体院会发言时间最长的参议员 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人杰夫·塞森 他2013年在全体院会发言的时间 加起来总共为33小时 塞森参议员经常就移民改革发表长篇大论 他说全面移民改革法是给非法移民的大赦 这个法律将给予他们合法身份 然后成为公民 他们只需要支付几千块钱的罚金 我觉得这就是大赦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2013年有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和泰德·克鲁兹 分别发表了马拉松演讲 克鲁兹在2013年9月为反对奥巴马医保 整整讲了21个小时 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 而保罗参议员三月份因为质疑无人驾驶飞机 是否用于美国公民讲了13个小时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李德作为多数党领袖 多数院会都是由他进行开场和总结发言 即使这样塞森参议员还是击败了他们 夺得2013年发言时间最长的头衔 参议员们什么时候发言 发言时间的长短由谁来定 答案是参议员们自己决定 通常他们只需要通知各党领袖 或者向会议主席提出要求就行了 美国参众两院的重要区别之一 就是众议员需要遵守严格的时间限制 而参议员们可以进行无限制的辩论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